我们看这题目 视频形ABCD中 AB线段长等于1 BC线段长等于5 CD线段长等于5 DA线段长等于7 且角DAB是等于角BCD 是等于90度 则对角线 AC线段长为多少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根据这里之条件 这时候角DAB 加角BCD 这是180度 这两个角呢 是互补的 那么因为这两个角呢 是四边形ABCD的对角 所以我们利用 圆内接四边形的 对角互补性质 我们去做这个图 那这时候 四边形ABCD 是这个圆的 圆内接四边形 那对角是互补的 所以代表这时候 角ABC加角ADC 这是等于180度 那么这时候如果我们假设 这角ABC 是等于C 是等于C 这时候 这时候角ADC 就是180度 减C 那么我们要求AC线段长 所以我们假设AC线段长为X 那这时候在商绕型ABC中 我们利用余权定理 我们可以写一下 这X平方 是等于 这是1的平方 加5的平方 去减掉 2乘以1乘以5 再乘以 Cosinθ 那么我们会得到 这是X平方 是等于 这是1加25 这是26 然后这里呢 是减掉 10 乘以Cosinθ 我们假设 这是第一次 那么在商绕 ADC中 我们一样利用余权定理 我们可以写一下 这X平方 是等于 这是5的平方 加7的平方 去减掉 2乘以5 乘以7 再乘以 这夹角的 Cosin值 那角ADC呢 是180度减θ 所以这里是乘以 Cosin 这是180度 减θ 那么 这里我们得到 这X平方 是等于 5的平方 是25 7的平方 是49 所以相加 我们会得到 这是74 那这里呢 是减掉 70 乘以Cosin的 180度减θ 那么因为 Cosin的 180度减θ 是等于 负的 Cosinθ 所以这里呢 我们会变成是加 然后这是 70 乘以 Cosinθ 我们假设 这是第二式 那么 这时候 我们用 第一式 乘以7 去加上 第二式 那么得到 等号的 左边呢 这是 7X平方 加X平方 这是 8X平方 那么 这会等于 等号的 右边这里 那么 我们用 26 去乘以7 那 26 乘以7 这会是 182 然后呢 去加上 74 那这里呢 乘以7 是70 所以呢 减掉 70 Cosinθ 去加上 这70 Cosinθ 这会消掉 所以呢 我们会得到 8X平方 是等于 182 加74 所以我们得到 这是 256 所以呢 等号两边 我们同 除以8 那么 X平方 这会等于 256 除以8 这是 32 因此 我们就算出 这X 这是线段长 所以我们要取正的 所以我们直接回答 这X 是等于 根号 32 这个答案 因此呢 我们回答 对角线 AC线段长 为 根号 32 这个答案 领号 对角线的